4月30号,台胞维怀斯进上海转机到达南宁无需机场 见到从未谋面的堂哥维佩龙和侄子辈的亲属 尽管搭乘红眼航班后相当疲惫 但见面后,维怀斯抓着堂哥维佩龙的手臂激动不已 很期待啊,我可能是太累了 我觉得我一样会哭,但是我太累了 他跟我爸长得好像 他就是缩小版的 比较瘦的,比较小版的 维怀斯的父亲维廷甫,出生于广西防城港市上司县 曾参军抗日,后来去了台湾 维廷甫到台湾娶妻后生下维怀斯 名字就是怀念上司之意 由于当时两岸关系处于政治对立、军事对峙状态 他的父亲直至1987年去世 也没有再见到大陆的亲人 因此他希望能消解父亲的遗憾 近日,维怀斯看到媒体上两岸寻亲的栏目并委托寻找 经过上司县多部门的寻找,找到了维怀斯 在上司县的亲属 看到老家亲人拿出维廷甫寄回家乡的信和照片 维怀斯次日就办理了通关手续 准备踏上父亲出生成长的地方 见面现场,维怀斯和亲人感动落泪 为了这一刻,他们已经等待了数十年 虽然很累,但是我还是很期待 支持我累,就是中间过程很累 支持我的动力,就是我想要回来这里看 看我的家人 看我爸爸以前生活的环境 因为这是我的家人 是我没有见过面的家人 而且不是我不愿意见 是我们没机会,也不知道怎么见的家人 只是还好被你们找到 我觉得好像很亲切,又很陌生,因为没见过 可是大家都好像跟我很熟一样 而且我们是同学员,同学麦,是家人 我很小时候就听爷爷说 我有个二伯父在台湾那里 不懂他生活是怎样 他经常说,如果他在身边就好了 见面时,唐姐维婉秋拿出了一封 四十多年前维廷府寄回家乡的信 更是让维怀斯哭红了双眼 因天气原因,维怀斯的航班多次推迟起飞 本应29日20时抵达的航班 30日70时许才落地 唐哥为配龙一直关注航班动态 30日零时才睡觉 30又爬起来查看航班信息 直到60出发前往机场 在回到上司县与众亲人相认后 维怀斯拒绝了先吃午饭的提议 决定先上山败祖,认祖归宗 他懒过大陆亲人们的肩膀 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与远在台湾的丈夫打起视频电话 介绍在上司的亲人 维怀斯介绍,在维廷府去世后 他整理出一批他的信件 父亲对来自故土的照片和信件十分珍惜 虽因时光模式以泛黄褪色 却毫无损毁之际 他希望下次与丈夫带着父亲的骨灰一起回上司 我计划说因为我想让我爸爸回家 他毕竟家是在这里 就算申请回不了家 至少时候我让他骨灰能够葬回他的家乡 这个很重要 或者就算没有整坛带回来 因为那个要申请 我可能就是看什么方法 带一小包回来也可以